最近有朋友问我 现在牛的行情这么低 该怎么办 说很多人都坚持不下去了 我们后面该怎么办 其实这个东西我感觉没什么 养殖 因为我们做养殖很多年了 其实这个牛和猪比起来 它的涨跌幅度太小了 如果养过猪的朋友就知道 猪上个月往上涨下个月 就马上跌下来了 这个牛我感觉 比起猪来说差远了 所有养殖行业 它的行情有涨有跌是正常的 有到消费旺季的时候它就会上涨 有到消费淡季的时候它就会下跌 你像这个牛呢 虽然是牛犊跟母牛 它的价格是往下跌了 但是牛肉的价格 就是别的地方我不知道 起码一条我们这边价格是没有动的 还是50 还是这个价格 你说肉价没有跌的情况下 无非就是牛犊跟母牛在降价 那就牵着了一个补兰的问题 很多养殖妇就是不敢补兰 如果说这个价格一跌之后 玉肥牛价格一跌之后 很多人急着出来 我看了网上有新闻说 可能是因为奶的价格太低了 所以很多那种奶牛啊 被淘汰了 所以这个肉价呀 垮得很厉害 但是对于那些农村的小赏户来说 养个一二十头 或者说二三十头 或者说像我们这种卖牛犊的来说 那个利润是低了 像他们放在山上养 他们要到年底的时候 只要肉价不降 它的利润还是在那里 并且它的利润有可能加大 你像现在牛犊这种便宜 实际上有些高手 他就会去买一点牛犊 买个几头 以前可能放个十头 现在可能放个二十头 那到年底的时候再去卖肉 它是不是又可以多赚一笔了 所以这个东西看怎么看 不是说牛一降价 所有人都在亏钱 我个人从来不觉得 行情的涨跌 涨也有人会赚钱 跌更加有人会赚钱 只是说你能不能赚到 那一部分钱而已 像我们的操作方式很简单 上个月我们就一直卖牛 卖牛犊 公牛犊 我们卖了几十都出去 那我这个月牛价往下走的时候 这个母牛价格低的时候 那我就开始买母牛 扩篮 扩种群 像这些小母牛都是买进来的 背在这里 无所谓嘛 像这个东西 等到他们见效益 还要几年 你急什么 这个她的太快 传统 我是柴